身陷假账风波 他大动作召开记者会一次讲清楚 而针对用政治现金挫暴近2000万 以及花了4000多万买个人办公室 柯文哲举功道歉 强调所有责政概括承受 但强调从不贪图享受 他会自行调查占别党主席三个月 民众党假账风暴烧得全党动荡 柯文哲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公布查账之后 一共短少1916万 是会计师调节师等 柯文哲举功道歉 这次的事件 我还是要负责最大的责任 因为我错在完全的信赖跟信任 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 但是有人发现 木合公司450万专款 直接会到柯文哲的司账 民众党说是肖像权利金 柯文哲说他绝不贪毒 但是要占地职务 我还是要向党请假三个月 自动申请调查 我从来没有贪图个人的享受 你们的愤怒不满责难 我都要盖瓜承受 接下来的三个月 我会静待党内的调查结果 柯文哲用选举补助款4300万元 买上半当资产遭到罵分 他扛起所有责任 再认错 台湾民众党需要在立法院附近 有一个国会办公室 所以我当时才会用 这个选举后的选举补助款 去买一个办公室 要给台湾民众党 作为这个国会办公室使用 但是我都没有想到说 这个动作 常常会引起这种 很多的误解 负面的观感 陈吉几天之后 从假账到买好办 柯文哲全面认错 三个月内风暴 能不能停歇 就看司法怎么办 志兄陈珍 艾森小组采访报道